为了躲避丧尸女孩来到乡下的奶奶家中 这样远离人口密集的城市就会相对安全很多 路上他看到远处农田里站着一只丧尸小男孩 当停下准备休息一会儿又立马关上了窗户 由于亲眼目睹母亲和弟弟被丧尸吃掉 杰西对丧尸的恐惧感非常强烈 他现在只想找个安全的地方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然而当杰西终于开车来到奶奶家中后 却发现奶奶似乎没在家里 而且还在仓库里看到了一个不速之客 看到面前的陌生人后 杰西立刻警惕地询问对方在自己奶奶家里干什么 而这年轻男子却有些慌乱地解释了起来 原来这个叫詹姆斯的小伙子 带着两个妹妹一路逃亡躲避丧尸 由于实在没地方可去 无奈之下只能就近跑到这房子里来躲一躲 毕竟带着两个小孩子很不方便 而看到这两个年纪很小的孩子后 杰西也不再好多说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很快一名拿着枪士兵装扮的人警惕地走了进来 他大声地警告让所有人都举起手 接着就对每个人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最终确定没有人被丧尸感染后才放心下来 随后吉米打量了一番面前的两大两小四个人后 就告诉他们明天会有一架直升机过来 如果幸运的话就可以有上飞机的名额 当然前提是能安然无恙地活到明天中午 一旦发现有人被丧尸咬伤抓伤的话 那他则是会毫不犹豫地轻出威胁 而看到几个陌生人出现在这里的杰西原本还想说点什么 毕竟这里可是自己奶奶家 但看了看吉米手里的枪后他什么也没说 很快夜晚降临 五人都选择在这间仓库里过夜 杰西和吉米两人打算就在工具室里将就一下 但奇怪的是那詹姆斯却带着两个妹妹睡车上 不知道是不放心和陌生人睡一起还是什么原因 杰西和吉米两人都不是很困 于是便坐在地上聊起了天 搞不好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睡觉 毕竟在末日中没人能保证自己能够活多久 正在两人聊着天的时候 杰西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声音 仔细一听那竟然是婴儿的哭声 杰西当即就准备开门出去看看 但仅觉得吉米赶紧拦住了他 吉米认为就算是真的有婴儿在外面 那也不应该开门 因为外面可能正有一群丧尸在等着他们 何况这半夜三更的冒出婴儿哭声是不是太诡异了点 可杰西却说这么晚了 而且是在农村乡下 应该不会有成群结队的丧尸 而且他们不是还有枪吗 由于杰西不论如何都要开门出去看看 无奈之下吉米只能陪着他一起 两人循着声音的方向找了过去 果然在树林里看到了一个女人坐在地上 她怀里抱着的就是那婴儿 由于对方一直没回应 吉米就慢慢靠近了过去 可突然间对方转过头来露出猙獰面孔 吓得吉米下意识地开枪射击 原来这竟然是一只女丧尸在抱着婴儿 而且周围还突然钻出来好多只丧尸 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会有智商甚埋伏 好在吉米反应快 迅速打完一梭子子弹将几只丧尸击退 这才赶紧带着杰西狂奔逃走 由于在仓库附近发现了不少丧尸 第二天一早吉米就将大家都叫醒了 在车里睡觉的詹姆斯醒来后 正准备去旁边的车里叫两个妹妹起床 但却发现车里空空如也 他又找了找其他的车子竟都没看到人 正当詹姆斯好奇两个妹妹跑暖去了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出来 不过却是被对着两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詹姆斯焦急地跑过去抱住了妹妹 然而妹妹却猛地一口咬在了她胸口上 发现情况不对的吉米赶紧将小女孩抱走 一看才发现她已经变成了丧尸 于是吉米只能双手将其控制住 同时让詹姆斯开枪 詹姆斯尽管有些无法接受妹妹变成丧尸的事实 可犹豫了一番后还是开了枪 不过幸运的是詹姆斯的小妹安然无恙 随后吉米带着三人跑出了仓库 前往指定地点等待直升机 然而飞来的这架直升机太小 除了驾驶员外就只剩下一个位置 吉米自然不会选择离开 詹姆斯一个男人也不好意思和杰西抢 而杰西却可以抱着詹姆斯的小妹一起坐上去 更何况詹姆斯已经被丧尸咬伤了 最终杰西抱着小女孩坐上了直升机慢慢飞远 只留下地上的吉米和詹姆斯两人 看到妹妹成功逃生后的詹姆斯似乎也了却了心愿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等待吉米开枪